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 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日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網上電台節目的目的 是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我們不是希望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評 政府 某機構 某人對某事處理都不好 大家發誓一番就算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些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從而提出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法 以及建議我們每一個人可以做些什麼 令這個問題真正解決呢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特首或是一個位負責人 在當時的處境之下 你會怎樣處理那件事 好了 我們今晚的題目呢 我們都相信是幾均動全球的了 就是關於四川的地震 我相信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時候 我剛剛就在埃及的 那我就看那個電視那裡 突然之間立到 第一次我看到原來香港有個很嚴重的車禍 死了十幾人傷害幾人 我想一下 香港很少的 就是一般的車禍怎麼撞呢 都不會死那麼多人 那當時我打算 啊 難道回到懸崖呢 那跟著沒多久呢 我又看到這個地震的消息 那我們看到呢 就是香港對這件事的反應 其實真是很很很很全面的 甚至乎在電視台都說 停止一些這樣的 脆微式的廣告啊 是吧 那大家呢 就是全港呢 都是在 就是對四川這件事呢 就是盡量 就是盡量 盡量看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到 那當然呢 籌款是一個最 香港人最容易做啦 那我也都看到報紙的資料 那香港已經差不多接近了 成什麼 成十億 就是籌款籌到十億 那我記憶中呢 就是香港人好像說呢 是全世界的人來到 比較一下 就是比較做慈善 香港人呢 是起碼在金錢上 是非常之高的 通常佔很高位的 那但我也都有些報道呢 就說 就是相比之下呢 中國大陸這方面呢 就是相對有錢的機構啊 人士呢 反而這方面沒有香港做得這麼好 那我 那這些事真是很少很少發生的 其實我反而覺得呢 就是捐錢 多少根本不重要的 嗯 就是最重要是自願 捐出來 一元和一百萬和一億 那些根本沒有分別的 自願 最重要是自願 有些人是不自願捐的嘛 那些不自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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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告訴你 譬如是一個機構 是 是 你說貿機構是捐四 捐一億 捐一千萬 那些不就是那些機構 其他有些分支機構 那就是每人都要認回一些 像認股證一般去投資集資的 哦 这种情况,你这样说出来,当然是深刻意识到有这样的 这个是很经常性的,政府里面也是 那时候在房屋处工作,某个经理经理行工医金,那些人就骂了,不肯闭 我记得我那时候给5元,每个老板给20元,我给5元,接着每个人给5元,差点开心 但是我们觉得捐钱这件事,多数根本是不重要的 你说四川这个根本是没有意思,捐钱 为什么这么说? 你要钱来干什么? 你说最后,重建吧 中国现在不是欠缺这些钱 是的,我觉得有点 你香港说给了,几亿,几亿,几亿,很细税 轻轻轻轻轻,已经不见了几十亿 就是它现在是有一万四千亿美金的外汇存 所以不是一个大问题 钱从来,应该不是 中国的重建,建议很快的 你看到浦东那里,我都呆了 突然之间,我有一次去一个烂地,几十多年之后 全部都是一百多座大厦 没问题,投入资源就可以了 你说重建灾区就不是问题 当初你说,香港人说捐钱 其实最快组织救援队去帮忙 才是有用 整个礼拜之后才有香港第一队人去 这些就是要检讨 你香港自己,比如官方的 是好像消防处有队的 但民间,民间队自己也没有 有的,没有的话 整些课程大家认定 如果大家有兴趣学,就学定 去救灾的那些 世界这么多地方,如果有事 就组织人去 意义就大些 香港这个天灾,地震,这些绝小绝小绝小 我深信香港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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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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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什么 是,是,是,林山黎次过了 是,是,杀杀很近的 是,不是,你说,是,你,你说,杀杀了些东西 你说,杀死人,杀死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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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灼会 好少,减的 香港是有一队的 我记得那时候,台湾,台湾,是不是八,九年的那次地震 香港都有派了队救援队去的 有派救援队去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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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香港自己的救援队 它有一队人的 不,你一定要整定一隊,你不知道什麼事有事,一百幾十人有專業訓練過要友,有生命探測,有狗狗,有狗狗,就是整隊人 其實這些情況應該是全世界的救援隊勇去的那裏 但是現在就遲得緊要,你叫人堅持毀用嗎? 不只是我們罰些人去遲,中國大陸當初,頭三天根本就不是想救援隊去的 你知道有一隊英國救援隊在香港散敗了四天,就去不了,不給他入境,諸如此類 我以為只是緬甸才是這個問題 現在沒有英國救援隊去到,但其實英國救援隊是相當好的救援隊 當然啦,人家外國什麼都先進的,對人大不大一件事,一定是很精英的人,很有經驗 他們不給他嗎?出不了簽證,都害怕了,一早已經飛來香港 你給簽證,一給簽證就立即去的 比如你要安排他們去的,即是去哪裏才行的,你都要盲工捉雞 有本地人帶來,甚至要安排運輸給他們 總之整件事這方面是要吸取教訓 當時他為何這麼遲呢?我會這樣想想,如果當一個地方鎮到暖狼 連酒店都沒有,那你幫外來的人來到之後,難道你自己立即搭帳 不是,是呀,是呀,這些國際救援隊其實不需要你給什麼 習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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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慣了 你幫他運些食物,水那些就最好,不然去到以前,就對了 比如他兩三日,我和你去到,有幾塊麵包,有幾瓶水 我兩三日不吃東西,有沒有問題,沒有訂房份,就要搭個 搭帽簿便欺陣,即是做這些就不會,不會暗算 不是說要個豪華酒店,不用的了,即是你去到現場搭帽簿便可 有水有食物就可以捱好多日的啦 即是你救人嘛,要享受嘛 问题就是,主要我相信是那些溝通,有些交流 又没有经验啦,又有官僚啦,通常是这样的 即是官僚就很麻烦的啦 又怕抹锅啦,又不敢被人来啦,又要问啦,又要清试啦 所以你为什么要去温家宝? 第一个先捱了,先捱了他 即是深刻去到什么事,他在嘛,立即打电话问他 他拍板,他拍板,没有人敢阻止嘛 即是你的地方官僚不会拖拉,官僚最麻烦就是这样 拖拖拉拉,阻异了些时间,你急不急 所以他有个大官走下去,即是最大的人走下去 那你变成那些人就捱住他们,不会说 即是即是温家宝这样的亲自下去,不断地巡视 其实也有道理,正你刚才所说 即是有些人说不用做那么多戏啦,即是你做后面指示 但如果你说,即是中国有这个情况 我又觉得做戏太多,即是做戏,做戏有没有做我不知道 希望他做戏都是这么多啦,但整天走下去,拿着咪咪叫 即是给电视影啦,他是有心做戏给电视影的,我觉得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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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我又觉得不,我又不高兴见到这样的 即是不再多言,你见到你在那开会,就算了,拍一个镜头 在那开会,给你拍一拍,就算了 在前线,最多拍一次,见到他巡视,就算了 因为你做了太多,天天见到他在那裡,哭哭哭哭 即是,可能有人喜欢啦,是吧 即是,但我又觉得,即是一个大国的总理,其实就不是这样的角色 是,是吧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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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即是,即是,即是你觉得,那个地方 atmospherichture 即是,可能是,即是,即是只有中学程度 嗯,合格在那裡,认几个字 因为是,很多,中国是一个意偿大的 如果,你找到一些缘可能是 但这些情况,省级它应该有一定的人 当然,省级一定会有 但如果他去到那个,最起是,聽到腔啊,花啊,针啊,苑仔 苑仔,艮仔当然可以很低 但你也不是靠那些 省政府立即如何组织一些东西 组织救援、安排这种物流 如何进去 很多说法 又说是否应该用直升机 又说如何可以快些 这些是书生论症的 未必知道现实情况 我现在看到为什么他 初初不能用直升机 天气不妥 这不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直升机全部都是作战用途 作战用途和救援用途是两种东西 他主要运进去 运进去 运进去是无所谓的 直升机最怕的是风车变 因为它是hovering 即是沿浮在空中 如果突然有側风 直升机是最怕的 因为很容易这一偏风就运进去 现在你看到架方军的直升机 通常都是作战用途 作战用途的直升机 第一 要大胜 运得多人 够快 底就不是做救生的直升机 你看看我们香港都有直升机 两种 一种是用Dolphin 即是海泉式直升机 一种是Puma 或者一种Black Hawk 它都是打仗的 即是香港用的 是救生的直升机 即是比较稳定 容易操控的 是 而且我现在知道为什么 因为直升机 根本不适合在山区做救援的工作 即是即是他根本都进不去最低的 你运动物资 一定可以 直升机打仗都要运动物资 你飞过去 即是不停下 你扔下去 你飞到低 扔下去 食物和水 都已经差很远 后来看到也是有的 然后天气会稳定很多 我听到一个消息 原来中国也不是这么多直升机 我不知道 中国我特意去数一次 新市防卫 即是因为 他自己出错的直升机 即是中国也有自己生日直升机 又买回来又自己做 也有不去买的直升机 即是买直升机有单有巨的 肯定是知道人什么 他也有自己生日直升机 也数得出 大约现在充足了直升机 有五百架 这些国家 整个国家 我听到他们有个问题 根本直升机都不足够 但是 军容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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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小 五百架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这么少 那民用不止 中国不是很多民用直升机 不是美国 美国就多 嗯 那便要买多些 我认为做战机就贵 直升机便便宜很多 而且用途多少 直升机 我相信用途 在现代战争很重要的 对 打仗 你不当是打仗 但是整定多些 运东西都要 还怎样打台湾 靠运兵 直升机运过海 看到中国部队的机动力很差 是吗 是吗 现在这次是露了 如果你不是要来侵略 那机动狼 你想想 现在是救灾 如果你打的时候 下面还有机关出射 那天气一定不好 根本现在的天气 也不是差得很重要 他也是不能够去 入到最深藏的救灾地点 可以看到他的机动力很差 但是你比如用军用的飞机 运东西去 然后空头用降落山 看起来就多了 其实都可以的 空头的东西一定可以的 是的 你是不是紧急快点去安排组织 你不要等那么久 你一天下去要做好 是吧 哪里拿什么物资 借着用先 怎样都好 你就要丢掉那些东西 丢掉那些东西 丢掉那些东西 你才能救到 多 就是你 我又奇怪 有没有一个所谓应变计划 看来就不是有 或者是简单得紧要 所以见到就好像不知怎样 有的应变计划 他经常都要救水灾 就是之前那些救过水灾 又救过雪灾 又救过决堤 又救过决堤 医生记不记得那张沙士 因为几天起了一间医院 在北京 是的 是吗 立刻起了隔离医院 是的 起了隔离医院 挺好 这件事起了 不是 几天起了一间医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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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这么快 其实你看看你做不做 是吗 就是你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今次来说 差强人意 是吧 就是你中国最厉害 其实救资 我觉得这些情况 最重要是人多 是 中国本来就是人多的国家 是 走都走到几十万人进去 就是呢 如果你是因为没有人 而救少了人 那就是遗陷了 是吧 另外就是说 緬甸那些又没有钱 又官僚又不行 是吧 是 又有政治你又不喜欢人去 很多东西 中国现在没有 今次有些进步 他全世界记者都能去到 是 这是他今次进步 没有任何封锁 没有人还制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 是 第一次是 部队向记者提供协助 譬如记者想用直升机 他都会尽量安排直升机 给你 你去到不够东西 他做个杯子给你吃 是第一次 所以其实 在西方 在西方的媒体来说 今次对中国的救资表 是意常赚好的 是 就是 做了好的公关 你想想 就是 就是奥运花那么多钱 都做不到公关 竟然是今次救资 应该说 是全部做了 你运过伯具 浪运过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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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负资产了 这次就无故 就 就是 整个这样的东西 大范围就 就是 鼓舞一下 就是给个机会 大家 就是国家也好 人民也好 就是 可以 齐心合力做些东西 这个是挺好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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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死了 那死了那么多人 不是死人问题 死人这次是救不回的 已经发生了 但是你是否在那件事 吸取教训呢 认真 看真些 发生了什么事 事后要追究责任呢 特别是那些建筑 是不是有些有问题 有些不应该倒 是 是 是 香港的建筑全部是可以经历七级地震的 是 那里 都说国内的记者 就是 问的一个很好的问题 是 为什么倒霉那些 全部都是医院和学校 为什么一个政府大楼都没有倒霉 嗯 一个政府大楼 即是它建得好 是 是不是 好像找到一个 哎 有个例子 喂 喂 你这些政府部门自己建的那些呢 就建得好 嗯 全部 最重要的那些学校哦 是 那些建筑全部是最流的 所以便容易倒霉咯 是不是 豆腐渣工程就是全部那些咯 偷工减碟都全部那些咯 因为你给的钱少咯 是 这些人 挂得到 现在呢 是 2点28分下 刚刚呢 就是 就是 学校是聚集了最多人的时间 嗯 所以一倒霉 一学校一宅 就死了 有几百人 是 语言都倒霉了 你找人救灾都没有多人 是吧 就是这些 这些是否要追究呢 是吧 嗯 就是你 如果你不追究 只是在那里猛话 那些人救灾是什么 中国加油 我就最反感这句话 加什么油 是不是想浸多两次给你 嗯 有没有加油 救人就救人 救人 救完人就追究 檢討 下次怎么做得好些 这个就是实际的 就不要在那里宣扬民族 就是民族精神团结 嗯 是吧 美国总统就认识了 不过他就说 哎呀看见中国人 这些真是很厉害的公关 是不实际的 嗯 就是说这件事 看见中国人 多团结 多光辉 多人性 你记得美国总统 是吧 是吧 人家害你 因为他是这样的嘛 1911之后 就变成了美国的英雄 那样 其实就掩盖了背后 为什么有911 是 为什么有911 你那些中东政策契弟 是 欺负阿拉伯人 欺负回教 是 是 那你印字 即是有因有果 人家就来炸你咯 是 但是他又 没有的啊 没有的啊 就是他离开了 离开了 然后就马 拿那些消防员啊 救护啊 跟着你平民啊 跟着又搞很多活动 歌颂一些人啊 嗯 团结啦 团结啦 但是掩盖了问题嘛 是 现在中国也是这样的 我想他第一个考虑呢 这些领导人 就是怎么将这件事 利用他去团结一些人民 先 不要那些人反过来 就一问 为何这样的 那你就有很多问题 不如 是 不要吵这些事情 现在 在网上也是 我们死亡 你不要说这些事情 你没有人声啊 死亡人还吵 还挑剔 救人先啊 我没有说不够 救完之后 是否应该想想 是否可以死少很多 本来 问题在哪呢 最够的问题 医生 就是我们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 最 就是 最不好的一件事 包括我们的沙士 沙士之后 是做什么 找人出来做英雄 是 是 但是掩盖了沙士本身 背后的真正 西医整个医疗集团的官僚 那个无能 是吧 还有他们 就是乱来医人的时候 是吧 又不肯采用近其他更有效更安全的方法 我算是用西医 我算是用西医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真是 就是 就是 你当成为美国死的这么少 都是用西医 人家不会乱用药 香港的西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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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建华说 我们已经找到方法了 是零的 不准死人 刚刚发现 雷固醇医到 然后你说 减少伤云就大量用 结果死人 那为什么不追究回东京华 是 为什么不追究回哪个 决定用那两只 包围来不同的雷固醇 是 大量使用的 是 是 香港是全世界 就是 当时我都提出很多次了 是吧 就是每个地方的死亡都很不同 那香港是全世界最高的 那我这样想一下 就是其实同一个病 是吧 同一种的 同一种的人类受影响 那为什么会那么不同呢 那你看一下 就是 每个地方用的医疗方法很不同 像中国那样 中国好像说 好像北京达了3% 广州5% 那样 但是它用什么 它用很多时候配搭中医 是吧 但是 唯独在香港是 死的人最多 那有些人经常有这样说 当时他 那中国大陆的数字 不能信 可能死很多人 他不说而已 那我说 美国数字信不信 日本呢 台湾呢 美国数字信不信 美国信 是吧 就是很明显 整个问题 当前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问题不是一些人 因为沙士的病 弄死人 是你的医疗方法弄死人 那这样东西 香港人好像没有学到的 还在过众计 还要给他们 如何勇敢 鱼勇 这叫做鱼勇 那些好的东西 你不会做 你自己的命都可以救回 你等于死的医生 那些护士 其实他不是想做英雄 但是他死了 就被人家利用 放你到浩原 把你当英雄 而是用英雄去掩盖 这件事 是整件事的问题 是吧 其实很悲的 就是这样的英雄做不做我爸 是吧 你救不了人 自己死了 还要被人家利用 是掩盖的问题 那你说多可悲 是吧 是 是 好 那我们可以休息几分钟 休息一下 休息一会 再继续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打电话来 二线电话是21341134 休息片刻再继续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 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com.h K 好了 那我们就回来 继续今晚的 我们讨论的问题 那我曾经都说 最重要 我们始终香港出路 整个重心 怎样都好 不幸的事发生了 但是最终最重要 就是从中学到什么 上次 就是陈姻所说 我们在沙士来说 香港好像真的没有学到 这就是最可悲的一面 好了 今次的地震 起码我们知道 跟上一次的唐山地震 一九十六年比 很不同的景象 今次的资讯很开放 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起码让人知道 如果能够帮忙 都想办法帮忙 我亦都看到 听到 我传媒报纸 我真的太少看了 就说有些地方 那些官员 立刻被人隔职 很明显出现问题 有三个 暂时即时隔职 有三个 因为三个人隔了两个部长 但是那三个都不是很高级的官员 而且那三个隔职的原因 也挺好笑的 是吗 有一个是因为 他想着他做自己的私帮生意 他做不知买肉食 还是买私服市场 他没有理到这件事 另外一个就是 他工都没有回到 找不到人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刻意去报少些数 就是商忘数字报少些 什么呀 都做了 还是做这些 对他来说 又怪不到他 因为基本上 就是将我数字报少些 基本上是一个传统来的 嗯 因为如果你做搬的时候 看到一件那么大件事 你都尽量 是将我数字讲少些 这个不就是中国搬 全世界的搬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是天灾 我做搬的时候 有什么事我就夸大他 夸大他的严重性 那老板就不敢叫那样 叫那样 还有老板有什么要帮手 就不夸张给自己 所以夸大我又莫名其妙 奇怪的 对他来说 这个天灾 又不是他的事 唯一一样东西就是 我刚才感觉到 他可能很多建筑物 根本是不符合条件之下做 或者可能他的区域很多这些东西 他变成了有这样的动机 有一些背后的隐忧 就是他 哇 为什么那里死了这么多 原来成洞死了 因为你透光减料 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东西 中国是不是很多这些东西 大家感觉上过去都很多 那些楼房透过减料 尤其是公共建筑 就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实在在 舊钱 你现在拿回香港的例子 你现在建立任何一个公共建筑 最初就要给钱出来 就是分歧起 对 中国是一样的 但是 中间牽涉的人就太多 就是每人是用少少钱 最后下去建筑的钱是差很远的 嗯 有人写了一篇文 我看到 就是说 你知不知道香港 那间中学用多少钱 建一间中学 原来用一亿二千万 一间中学 建筑 一亿二千万 大陆那些希望工程 捐资来建筑 50万 没有 不知20万 建筑费 那你向这地方搭两三层 就是不多打桩 那你的建筑不是很便宜的 可能是这么便宜的 就是普通的 地区的砖 就是香港的建筑很美 很贵 一亿多的 原来香港的这间学校 嗯 问题是这样 就是呢 是否等于 你那间 就是你建筑得便宜 是否等于就应该倒的呢 嗯 就是有安全标准的 你是否不忽然才倒的嘛 是 就是 比如你的建筑标准 你是要顶得住 香港是顶得住 七级地震的嘛 嗯 就是不会倒的 是 建筑的要求是这样的 你落多重心 多少个庄 是吧 那你两层高 你不用打好心庄 你的料实 就已经可以了 是 就是你说20万 其实学校多 就不多 当然 但也不是少的嘛 但是在国内来说 如果是地区 用地区的建筑 就是成本来说 所以不能说便宜 就是应该倒的嘛 因为它是安全标准的嘛 是 就是你是不是达标呢 这个就是决定它倒还是不倒的嘛 是 是 那如果你说现在 就查一下一下 既然倒了 不需要 是 那些钢铁是不是少了 是不是追究 人还在这 谁做的 有纪录 是吧 是吧 是 是 而且四川是一个地震区 是吧 是 我相信它的标准 是要挡得住地震的 是 如果不是 你在地震区 你怎么到 你怎么到 你就不要建的 你可以建一层高住帐篷 是 是 不是理由 其实这个 这个又是 又是次次而非 我没有说它是对 但是这个是现实的情况 我知道 他们建楼是建得够 就是很离谱的 是 一定的 是 是 你不需要什么 你香港人这么厉害 你上去看那些国内的楼本 是 是 最好是买现成和建了 起码你能看到 你能看到 你能看到 是什么 就是 很粗疏的 门 窗 歪了 而且就算是它依捉规格来建 是 每一产品都有 有效的使用期 但是 中国楼宇的有效使用期 是很短很多 三十年到四十年左右 嗯 但是 香港没试过咸水楼 香港就咸水楼 剩五六十年 不不不不不 三十年 上次要拆光 哦 我当时是在房屋处做的 1977 八零年代 八零年代 中 有三十年才拆光 哦 就是因为它 都不够三十年楼零 总之一到三十年才要拆光 因为它当时是 六零年代 那时最贪污 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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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重建了 因为那些楼是危险的 一路了 就已经是 不行的 是 那 其实网上 都存留了一些 关于在地震的时候 哪些地方是比较安全 那么 那我们都 相信可能都收到的 那我收到之后 我所有我的患者 我都给他们 其实这个比较实际些 那 原来发现 我们一向 有一种错的观点 即是 当有地震的时候 一般的 就是老师 会叫学生 就捐落桌底 或者床底 或者捐落一些 比较 硬正的 环梁下面 那原来 他们的研究 这个研究是 根据 各地的经验 在 那个 就是救灾的 各个烟墙 是发现 哪些地方 是比较最安全的 那发现 就那些 完全是一个 不是安全的地方 那最安全的地方 反而就是 在床 或者柜 两者之间 的空关 就不要捐落在下面 那如果你在车房 那里 有些人想着 捐到车里面 是不是 火器枪 什么的 就不是的 当车压扁的时候 你就进去 就不会抓到你了 那如果最安全 那里面 就不是车底 就是车和车之间的空间 那环梁下面 也是危险的地方 那这件事 其实很有意思 可以这么说 很多人都不知道 而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 被灾难 都是用这个 错的方法 那么他这个 这个 这个 资料 他说 如果我们真的 懂得这样去避 其实原来 很多 商务可以大大减少 但是我也听过 有些人 当时在现场的人 他说 当时那种震荡方法 你整个人 就是在床上 抛了下去 还有你是站不稳的 就是真的 好像那些 走过山车 你真的站不稳 但是始终 有这样的常识 真的可能是救到很多人 当时他说 百分之九十几个死亡 如果用这种方法 就是你避的地方是这样 你可能减少很多很多 再说一次 主要是要找一些 譬如将桌桌 桌 床的边边 就不是下面 不要在那些汽车的里面 或者车底下面 车旁边 车的旁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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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身房 两边要有受力位 对 他跟你受力 不是你受力 对 不要按下方便 不能移动 还有还梁也是 始终还梁 他一想起来 那个梁很重 你载得下来 你真是很难脱出 所以这些避难场所 是 长角 好像有个地方 是否特意做一个示范 是否台湾是什么地方 我在学校里面 正做这些示范 你有没有听过 好像是 什么 他在北京的鸟巢 还是水立方旁边 特意做一间这样的房子 会震动 会移动 等你熟悉 环境 一到这个情况之后 一到情况之后 你就要懂得找桌 机场角 练习一下 好像是这样 这些事情应该多些做 是 还有我们 是否应该 基本的教学常识 是的 我觉得香港也应该想一想 你说来就来 这些事情 你可以说 没什么机会 虽然你说香港不是一个高危地带 但香港很多人喜欢去高危地带 例如日本 日本是香港人最喜欢的旅游地方 有些人去过都说 都经常都遇到的 有些旅游那些街 那些导游都说 真的有时都会遇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这样的常识 应该知道了 尽量多些 始终我们现在 我们的电邮 互联网 的 那个 传播资讯 是非常之好的 这些应该成为 我们香港的基本教育里面 通识教育应该教这些 就是 不要只是 读历史书 读哪个皇帝 什么时候 这些应该是 我本身本人很喜欢 我很喜欢看那些 如何在灾难里面 逃生的片集 我很喜欢 可能香港人真的太安逸了 没有机会遇到这些灾难的事情 我看到这些我真的很想研究 其中有一件事 例如在一个地方外面大火 你要冲出 跳走玻璃 那你怎么做呢 当然 你可以拿椅子 打烂它 另外一种 就是你拿枕头 拿毛巾包住 你这样来冲出去 冲烂玻璃 这样 这个会比较安全些 走出去的 如果这辆车 突然之间 就中了落水 那你怎么走出来呢 大家知道 如果你在水 你隔一走去开门 是开不到的 因为外面的水压 是很大的 那里面的空间 是做不到的 最重要的是 你要等它沉定了 吸两口气 吸两口气 等它沉定了 等它沉定了 等水位 开不到 你要等水位慢慢升 慢慢升 总之 你在一个气泡的空间 你在那边逗留 尽量吸气 到水位 去到斜里七七八八 那门就能打开了 即是你初心 你死定死定去打 就不可以 还有一个做法 如果你敲玻璃 原来汽车玻璃的设计 你外面打下去 就很坚固 但里面打出去 就不太坚固 那你怎样敲烂它 原来最简单 最容易敲的东西 就是那个刀后镜 中间的刀后镜 那个刀后镜 就是黏上去 那块铁 如果你是拔掉它 你很容易拔掉它 拔掉之后 你就向后窗门敲 譬如你的车头 转到海 慢慢的进去 那你的气库在后面 当然 最简单就是 你吸足够的气 到这样一段时间 你那对门就能打开了 那你那口气 通常你不会去到很深海的 你岗边冲下去 会冲到一百尺 不会的 通常你都是很浅的 最重要的是 不要太紧张 不要发大电 是否应该一落水 就开了窗 如果你开到的话 如果你及时开到的话 那当然要走 可以有窗等它 不要这么进入水 那它两个压力就相应 如果你做得到 可以这样说 但一时间 你去打玻璃 是打不到的 而且压力一来 你是搞不到的 而且现在的新的车 全部是电动的 那这个有什么问题 不是搞下来的 那就算搞得好 如果它一样压力按住 你真的不行 有压力 即是窗未入水的时候 是的 那你当时 转开到窗门 就捐出去 就向上 因为你开了 就已经到 它的压力就 行了 因为里面没有空气 是的 即是大家均匀了 即是它一到窗上高 你就门了 就这样 就是这样的 那就是我 譬如好了 譬如你看看 在雪崩 在山上的雪道 就是trap了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刮雪洞 在里面 即是你捐到里面 这样 整个空间 就让你可以休息 但你睡什么地方 你不可以睡在雪上 你的体温会冷 那它就教你摘些薯枝 那你起码到那个洞 里面 就拿薯枝铺到雪上面 那薯枝和你的体温 就能够一够 所以你睡在薯枝上面 那你体温就不会融掉那些雪 那这些是一个雪崩的时候 就是要逃生的 那还有呢 如果你的大剧场里面 如果是火热 你走不到 那你就可以跳那些大的 那些银幕那些布 不过香港现在没有这些布 就是你可以这样 慢慢地摑到下来 这些片段 我看到的 我很喜欢看的 即是可能真的 香港人太过安全了 即是没有什么机会 遇到这些这样的事情 好了 那就是大家 我反而最担心的 是现在 灾难 即是暂时 要救的人都救了出来 只要是小部分救不了 或者很多都死了 现在呢 灾区最大的问题 就是 那本来是一个 一个 乡村 那边 它已经有 有生口 在那里 那里是养猪的地方 是 人又死了这么多 在那里 就是 动物又死了这么多 是 再上面呢 有这么多 建筑材料的 瓦力在那里 是 你现在虽然 噴了很多 不同的 那些 清洁剂 或者是 防疫剂 是 但我最担心的 就是 那么多人在一起 吐的时候 是 不知吐了些什么 嗯 其实呢 就 我经常都 都很强调 就是 我们经常都有一种的 说法 就是 我们现在的 过去的传染病 是吧 那我们控制了 那我们经常都以为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打很多的疫苗注射 或者很多的 就是 特效药 抗生素 那 其实呢 那个 原因不在这里 就是我们现在 那些民民人的那些 这样的传染病之所以 控制呢 主要是我们那个 公共卫生設施改善的 那我经常用这个例子 就是 就是 因为呢 为什么呢 每当我有灾难性 或者有难民大逃亡呢 这些病会出回来 那就是 很明显不是说 我们没有足够的抗生素 在这些现场 其实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居住环境 就是 食水污水的 互相感染 那 就出现这种问题 那我 刚刚昨天 有班同学 中学同学四十年了 四十年没有见的了 有些 那大家就聚在一起了 可能到年纪大的时候 大家都开始觉得 珍惜以前的童年 那些朋友 四十年 第二班见到 那大家一说起呢 有个同学都知道 我是 做自然医疗的医生 那他就问 那你会不会去四川去 去帮一下手啊 那我当时 我就觉得 其实 我想到他 他会不会给我用我的方法呢 第一 我不觉得他会给我用我的方法 那 虽然我们的方法呢 其实呢 很多 因为经历过这种灾害 灾难 出现情绪的波动 或者开始有这样的恐慌症 那些 那些其实在西方的同类疗法里面 那个疗害是非常之好的 那我自己最近呢 那我自己最近呢 最近都是说 起码半年前左右 那有一个 有一个病人 那他是一个 一个做 那些 那些 巴基斯坦人来的 那他做生意的 那他的 那他的问题呢 当时呢 他有一个 那叫做恐慌症 那还有 那叫做 焦虑的 Anxiety Disorder 那他很多东西都不能做的 很困扰他 睡又睡不到 那追索的原因呢 原来呢 他有一次在巴基斯坦 一刻遇到地震 那他真的经历过整个地震 那 那自此之后呢 他就出现这些 情绪 焦虑症 Anxiety Attack 那他就来到我那里 就是找我们医治他 那在我们的同类疗法呢 我们很多这方面的 情绪的 创伤情意结 那些这样的疗剂 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那结果我就找了一个疗剂 那疗剂 那疗剂的名叫Stramonium 那我给了一剂 就是给了一个星期的Stramonium 给他用 一个星期之后呢 他差不多很多成八八九九 那我都结果我都跟到他三四次 那他很快就介绍另一个病人 又是这些这样的情绪病 但是不是同一个原因 有其他因素 那就是你看一下 就是你说 我们可不可以帮到呢 我们绝对有能力 是处理很多这方面的 后卫症 尤其是 我最近听说 香港很多人 看到这些这样的情境 都情绪波动到 有健康问题 那我相信香港人 不是很多人真的知道 原来我们地球上 有这种这样的方法 对这些情意结 是简直是惊人的 就是我将来有机会 我会写这些书 将我过去这些方面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所以 那时候 那些同学问我 你不要上去 上去 那我就觉得 我真的不知道 上去就能做些什么 最重要 他们未必会 给你用我们的方法 有些专家的中医 他们都香港的医疗系统 都不用纳他们 那所以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 我觉得很多人类的 很多的灾祸 很多的牺牲 其实是 很多是我人类自己做出来的 那在这方面的医疗 和我疗化是非常之好 那我不知道 跟着的后卫症怎样 但我起码表面 我听到 很多的报道 说有些香港人 就是经常接触这些 的新闻 搞得自己也很不妥 那在同学疗化 有很多这类的人 这类的人 就是他不喜欢 听一些不好的消息 或者看到一些 很恐怖的情境 是会深深影响他们的 不止是10元仔 其实大人也会有的 那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些问题 如果大家真的遇到这些问题 什么方法 都医不到 其实不用灰心 我们有些很简单 很有效的方法 那不是这个卖广告 我始终是 让大家知道 这个地球上 处理的手法是很多很多的 好了 那我亦都在网上 就接到一个资料 那就是 就是 一些数目的资料 来的 我听闻 有位评论员 写了一些文章 其中 就可能 意思上 好像譴责中国 好像 这个真的是你自己找来的 你做那麽多陰公事 所以 天就被 懲罚你 那当然 在这个阶段 怎样真的搞得好 一般人觉得 不能够接受这种说法 但是呢 网上有些很有趣的资料 那 他就说 那个数字 如果大家 未接收这个资料 你可以 听一听 他说 1月25日 就出现雪灾 雪灾 就是天灾 3月14日 就出现了 蕴酿 毒 这个问题 叫做人祸 而刚刚5月12日 就地震 就出现了地灾 那 我们知道 在一个数字 叫做人祸 里面 它有一种看法 你加回这些数字 1月25日 即1加2加5 就等于8 是吧 3月14日 3加1加4 亦都等于8 5月12日 5加1加2 亦都等于8 那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和八字有关的 那四川 你看北华 那四川 如果你以北京做那个时钟的中心 那四川就是刚刚在北京的8点钟的地方 就是下午8点钟的地方 都对的 刚刚是 就是向西向南 向西向南 那些 那好了 那5月12日 就刚刚是中国历的初白 那而中国的奥运会 也都缺 就是那个时间 都会是 零八年 八月八日 那 也都很巧妙地说 原来地震发生当日 刚刚是距离北京奥运会 八十八日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巧合呢 那 那 就是 八 我们经常说 發發發 是一个很以头的字 那 那 如果奥运你选到 或者八月八日 然后八点钟 可能 零八年八月八日 八点钟 还有啊 还有啊 前一陣子山东撞火车 2008年4月28日 哦 是的 那如果你将两个二加四 那又加八呢 那就是刚刚二十四 又三个八就出来了 哦 就是 这件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看 就是 大家可能有 对方面 这方面有研究 但其实呢 每一件事 譬如他的日子 即是他每一件事发生 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你现在这么看 因为你现在看到我八字 你灵石警惕的 因为你现在觉得我八字 是 我每个数目是七字 一样可以的 就是 一样可以的 比如七的倍数 七的质数 七的质数 七的相反数 一样 还有几个数架 等于等于 一样 没有分别的 等于七的倍数 这些是穿着附备 我始终觉得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但我反而 有一样东西 就值得 就是 就是 那些人 慢慢开始 每一个人都开始有警觉性 嗯 就是以前 就是今次大地震 之前有很多 那些 昆虫 在家里走 哦 今次有没有 有有 今次也有 有片出来 哦 那时那些人不警觉 那些蟑螂蟑螂走路 不是蟑螂 不知道是琴举 还是 琴举 还是 琴举 我看到很多 琴举 那时那些人不留意 但现在那些人会留意 就是 即是一段 一大堆蟑螂走 那些人就立刻打电话去地震局问一下 哈哈哈哈 事实上地震局是完全 測不到 地震的 哈哈哈哈 是 现在 即是一种最 你不要像打风 最多 你就 杀到来才知道 但你都会事前知道 但地震是没有法才知道 就是很简单 因为 为什么我可以解释地震差不多 因为 其实有个 理论是讲过的 是 就是 那个叫莫次定律 一个很 厉害的大地震 八级 九级 还有一个 微不足到 小级的地震 他最初的源头 即是八四脚震那一刻 是一样的 都是这么小的 是 即是 由一级到二级到三级 他越吸数越多 能量越多 但有个机会 就是越少 嗯 那就差不多 因为根本是 无论是什么地震 他的源头根本是一样的 嗯 所以根本是差不多 我亦都记得是看过一个 一个片段 好像都是网上的 有人提出 他们 即是 我现在有方法 可以预测到 下一次地震 是何时出现 在什么地方 那样的 那 当时他好像说 土耳其那次 即是 我记得我看过 这样的 他一个一个 一级一级上去 但是 很明显 这次好像没有什么 人说到 但是好像说 在那个网上 有一个业余的 研究过 地质学 地质学 他就感觉到 他就说了出来 但是 始终这件事 怎样呢 就是这样说出来 人家怎样相信呢 所以结果 就是 事后再说 他说过 有个感引 曾经测过 那好了 那还有一个 就是说过 唐诗 李白唐诗 原来 李白 就在唐朝 已经知道到 有今次奥运会的地震 我都呆了 原来 有一篇 这样的唐诗 你自己读一下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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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無落下絕青村,澳年葉落緣分地, 雲水微漾人卻震。 美那四句最後的字加上是四川地震, 前面那四句加上是北京奧運。 我從來不知道李伯有這樣的能力, 他不是原家, 突然間有這樣的詩。 有些人說這才是適合作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李伯的詩我不是讀得很多, 小時候讀得多, 之後已經沒有什麼印象。 會不會真的呢? 不算懂得唐詩多也算是看過的。 這個可能是假的, 人家作這東西是說李伯寫的。 如果是驚人, 北京奧運, 四川離陣。 這麼有趣, 但如果是假的, 那很容易被人揭穿的。 一定有人了解。 也沒什麼印象李伯作過手的詩, 因為這首詩你見到其實沒什麼意思。 也不公整, 有些勉強。 就是李伯寫的, 我都可以證明他沒什麼意思。 他的詩情和氣勢也很好。 他都不知說什麼, 雖然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蒼山, 青川, 落葉, 混水微, 水的波動。 可能形容一個情景, 一個景色。 醫生, 當然有啦, 總有一首。 不過差不多的。 叫日暮蒼山, 蘭州小。 本無落下, 絕清泉。 去年也落緣分定, 死水微讓, 人卻亡。 頭四個字, 打直讀, 叫日本去死。 尾四個字, 叫小泉定亡。 李伯真厲害, 原來一直都在寸日本。 原來有這個議員家來的。 對, 議員家來的。 那你明白啦。 那你明白啦。 這些擺明就是作的。 今天作又說是李伯弄出來的。 這個不需要。 其實這些資料, 知道又如何。 知道如何, 已經是這樣。 也不能說你知要多, 你可以預算它, 也不能預算。 正如你所說, 事後來都堆砌。 可能很多東西都可以堆砌得到。 很多人看相, 講的東西。 很多時候, 你的集中力在那裏, 你自然覺得講的東西是對的。 因為很模糊的。 很模糊的。 你用什麼抽的方法, 就看到那樣東西。 心裏面有那樣東西, 就變成那樣東西。 我想再講一點, 就是, 今次看到那些路, 一地震就全部都爛了。 封了。 其實有一件事, 你要留意一下, 很多時候都是山泥傾瀉。 大陸的, 路呢, 就在那裏很漂亮。 隧道在那裏很漂亮。 但兩旁的那些, 那些斜坡呢, 工程做得很差。 我完全明白, 也知道這是不能做的。 太大了。 因為你, 就算香港做了幾十年, 都沒有做到。 那些山的斜坡呢, 落雨都會有山泥, 即是塞了路。 大陸的環境那麼大, 即是你從山泥開一條路出來, 那沒有價錢, 其實一般倒塌了, 就通回它咯。 是這樣的意思而已。 即是你不知道是地震的時候, 既然問題就沒有人運到進去。 那可能呢, 準備幾百架運輸機咯。 即是發展一輛這樣東西咯。 你靠那條山路是原來不可靠的。 但你這麼多個山, 你不可能, 即是所有山都令到它, 即是, 那條路不會有山泥塌下來。 是。 你整個山, 即是, 很難。 可以防到,防到,防到, 地震可能真的很難。 即是香港, 你看香港的情況就知道了, 香港不是沒有錢的, 香港是。 政府長年長月, 即是, 維修一些斜坡, 但一旦下雨都是, 都是會有。 現在好了, 以前我們年輕時, 六年代那時, 經常倒塌下來倒塌死人的。 倒塌下來倒塌死人的。 我倒塌下來, 整幅不見了。 即是, 我很少賺香港政府的, 但這件事是要賺香港政府的, 即是, 是花了很多錢落那些斜坡那裡的。 保護斜坡, 很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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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 一幅就說一百萬二百萬, 所以真的, 即是, 我也不知道是否需要這麼貴, 但我追求, 是要這麼貴, 真的, 因為我, 我, 我, 我家的後面就有斜坡。 是, 即是, 我們要割前去, 即是, 我知道是, 真的要這麼貴, 其實不是很貴的, 即是, 你其實噴泡紅毛泥上去, 等水不會收入去, 因為它就是, 水滲了, 那些泥重, 那些泥重就會崩了, 到了一個程度, 即是它的壓力, 所以, 所以要是棕多樹在这里,要是就噴一些红木纳, 就是让它落雨,不会有水再满, 同时西方也管, 红木纳的方法不太坚固, 很多时候好快就要裂回, 上面要维修, 要维修, 也是批荡后噴红木纳在这里, 让它不要削石、草, 维侧比较粗, 就是斜坡,上高不是容易种大棵的东西,根捡不住 所以是容易,香港的山是岩石多,所以容易倒塌 没办法,这是天然的,但香港已经做得好 以前是沉沉沉到处都塞了,路都断了 有几天才能通过,现在可能半天就什么都搞定 因为相对来少了,但中国那么大,四川进去的公路 你怎样可能不能搞?基本上没得搞 反而要想想,要吸取教训 如果我们建设的标准是真的好,可能真的可以减少 这次是应该追究的,拿几个贪官出来的,你不是怎样懂民奋 而且这样以后才是很大件事 例如香港的建筑也是,偷空监料 你没有事,没有事就拆掉 如果你有事,你为何不追究,当日是哪间测量司行 那间测量司,谁负责监工,全部都找出来 谁偷了铁,我在联署当时也做过 做过一些案件,结果整座大厦要拆掉 就是因为那些咬数不行,判头出来说 那座大厦里少了一半铁 我说真的不知道原来是没有什么尺度 结果就是因为他投诉,是故意带工程师去拔开 那座大厦里,是否是 拿了石才看不到 结果那单位是要拆掉 我觉得起码从一件不幸的发生在我们中国的时候 希望我们从中可以拿到最好的得益 就是不要像香港沙士那样 我觉得沙士这件事,香港人真的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希望今次在四川地震 中国真的可以从这个遭遇 可以做一些事,令到中国会更加好 好了,我们时间都很快过了 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